景区里面开荒种菜比较少见 常见的是小区的公共绿地被用来种菜 南京江陵区景秀花园小区的公共绿地面积比较大 环境优美 很多业主就是冲着这一点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 但是现在不少一楼的业主把公共的绿地圈起来种菜 有一户人家竟然圈了300平方米 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用一个栅栏 把小区的公共绿地给圈起来了 作为自家的侯花园 在里面种菜养鸡养鸭还建了一个鱼池 这位一楼住户说是要美化环境 可楼上的邻居们表示不堪计扰 您瞧这一户 竟圈了300平方米 还在里面建了个凉亭 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 他们已来查过多次 已经跟他下部相关的这个稿子通知 告诉他这个事后不能搞 但是他无心无素 我们同时下部这个这个整改通知弹 同时也让安保地安排安保地员在这边监控他 监控他但是他肯定打有机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江宁区麒麟街道承建科 城管执法队员立即对圈地住户进行了查处 城管队员已经勒令渔池停工 并要求回填泥土 并将联合其他政府相关部门 对小区绿地种菜现象进行查处 恢复小区绿地 江苏城市频道